作词 李宗盛 想再次遇见 有时候的现实会遇到 是幻想还在 不停的依靠 往昔背对背的走掉 忘记太过无法忘掉 你的心需要我的心跳 回到原天的拥抱 对你说我爱你 你就像最美的心 完全的借入和你不期而遇 我只要你找到了最美的心 多少风雨轻一秒一头 答应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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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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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还是 我先 再 Suk 哪里呀 待会你就知道了 走吧 那批白的好看吗 好看呢 你看他的刘海 他很乖哦 他很乖哦 你走 先去换衣服吧 好 好 谢谢 走 一会儿你不用紧张 我会带着你急 你就放松 享受沿途的风景就可以了 好 给你白色的 走 走 走啦 走啦 好棒 等会儿我啊 好棒 乖孩子 走 真棒 真棒 季墨 谢谢你 原本以为 只是一个 简简单单的520 就是吃吃饭而已 没想到啊 你今天的安排 我很满意 其实呢 也不需要什么排场跟礼物 最重要的是心 没想到我都一把年纪了 还可以牵着白马 在海边散步 这么浪漫啊 一把年纪怎么了 一把年纪也有童真 也有少女心和公主梦啊 你看看 你每天在职场 面对一些儿与我诈 依然能够保持这份童心 就很值得 而我呢 只想做你监视的堡垒 一直替你守候这份真诚 和纯粹 这是我听过 最浪漫的告白了 喜欢吗 喜欢 每天工作 这么忙碌 从早到晚一刻都不得休息 其实偶尔出来吹吹海风 好像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就是到大自然去生活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听见鸟叫声 望眼看去都是绿色 抬头就看到蓝天白云 每天呢 晒晒太阳 慢悠悠地生活 多好啊 你的愿望 我会一一帮你实现的 停啊 乖啊 走 你帮我记一下啊 明天咱们第一场 你陪他再下一场 好的 死他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看电影去了吗 怎么来剧组吧 我想了想 还是工作比较适合我 可是我都跟导演请过假了 说你今天有点事儿 你不是要去找若男姐吗 是 没拍我的戏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给你录视频啊 你不是说想向前辈学习吗 我就把每天拍摄的内容 都录下来 准备整理好了交给你 好 金莎 谢谢你 真好 应该做的 好 看 收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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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吃饭吧 我们喝上一杯 导演 今天四大还有点别的事儿呢 去不了了 没什么事儿 已经忙完了 正好大家一起聚一聚 那 那我也要去 520呢 人都在这儿呢 好 走 来 我也去 好 子豪 你不是说一直不太喜欢过集体生活吗 我一个人待着也无聊 不如跟大家一起无聊吧 好 走 来 走 走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一天很不真实 应该是说 遇到你以后都感觉不太真实 从跟你相遇相识 这一切都发生了好多意外 本来我以为 都年纪这么大了 一切都平稳了 也很少会有什么悸动的感觉 不过遇到你之后 意外 悸动 心跳 全部都一起来了 还记得 我欠你一次日出吗 你还记得 嗯 其实那天我一直醒了 因为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为你而教 那天我一个人看完日出 但感觉哪儿怪怪的 后来我才发现 日出 是需要两个人一起看 才好的 没有看到日出 看日落也是一样的 你看夕阳多美 对 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 我就在这里 还是在想你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所说的那种 不真实的感觉了 因为太想拥有了 所以特别害怕失去 但是并非你 你愿不愿意 我愿意 我还没说呢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呀 但是我听到了 我听到你 的心的说话 静默 我喜欢你 我们恋爱吧 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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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导演唱得好 好香 厉害 厉害 导演厉害 导演 我敬你一个 感谢你在剧组里面对我的照顾 那你可得干了啊 喝点 思达 你别喝了 你再喝 等下难受了 大家听好了 我 是思达的助理 从现在开始 谁想喝酒就冲我来 找我喝 我告诉你们 我比思达还能喝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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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啊 我们的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 厉害厉害了 挺能喝的 看不出来啊 来 来 来来来 看来我们继续 来来来来 感谢大家对我们思达的照顾 谢谢大家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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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干嘛呀你 你放开我 我要回去找思达 你让开 你能不能别在思达面前扮小丑呢 这样会显得你很蠢呢 那又怎么样呢 只要思达能开心 我才不会管别人怎么想的 思达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玩酒吧的吗 你怎么带我来这儿啊 最近你压力太大了 我作为你的医生 应该带你来放松一下 坐下 医生 所以你只是以 医生的身份 带我来这儿放松是吗 其实我也是想 是吗 医生 医生 这儿 大雨水啊 大雨水 最近身体不太好 你空腔吹着你别着凉了 你往不下走吧 酒 酒 喝吧 喝吧 没事 好好啊 开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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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放松是吧 好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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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好 年轻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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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乖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干吗呀 我让你放松一下 你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干吗呀 蓝宝啊 去 美金 抱你就抱你呗 怎么了 开心点 喝 我还能喝 你们都不许让四大喝 大的酒都由我来喝 傻瓜 跟我一样傻 好的 导演 我马上去解决 收到 收到 蕙姐 你也在这个戏上 对啊 你今天有空来看司达 多照顾我们家司达 没问题 没问题 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这么开心 秘密 好吧 好吧 我先忙了啊 收麻利点啊 司达 准备得怎么样 姐 你黑眼圈怎么这么深 让化妆师过来给你整理一下好了 千山 没事 姐 要不你跟我对一下台词吧 可以啊 来 嗯 这个 哪一场 就是这一场 现在要拍的是吗 二十七集是 对 好 开始吧 你现在没有资格见他 他根本就不想要再见到你 要是我非要见他呢 他上面说 态度应该要再强硬一点 所以感觉 不太对啊 要不要试一个 再强硬一点的 再强硬一点啊 好 要是我非要见他呢 他现在跟你没关系了 你对他而言什么都不是 好 那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 你问吧 你和他是不是在一起了 没这句啊 被错死了 姐 你和金莫是不是在一起了 是啊 我们在一起了 看你是自己人 我就告诉你了 我跟金莫开始谈恋爱了 八卦 下一个呢 没了 就 就这个就好了 完了 谢谢 那个 怎么了 那个 可能要拍了 我先去了 谢谢姐 青山 怎么了 没事吧 来 喝水缓缓 谢谢啊 我没啥事 就是昨天晚上喝酒喝得 头有点疼 头有点疼 那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啊 不去 我去了司打怎么办呀 对了 我拿着解酒药 吃了那个药 我头就不疼了 吃什么解酒药啊 走 我带你去医院 我不去 这么冷的天 万一司打找不到我怎么办呀 谁给他披衣服 谁给他送热水啊 没事 不是 沈青山 我怎么会绣 我怎么会认识你这种白痴 今天我不想在片场看见你 不然我就罢演了 我要不出现 司打也一个镜头比想拍 不至于吧 哎呀 导演 我记得您上次是喜欢喝奶茶是吧 黑咖啡 醒脑 好对 昨天睡晚了 咖啡好点 辛苦了 男主演 大演了 等什么呢 来 这个机位 这场刚才那个 就位了 来 谢谢 备注一下 四豪哥 这边 快点 手指稍微调一下 来 补妆 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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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地方是 来 抓紧吧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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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豪哥 关都射了 准备 好了啊 好了 就走 来 各部门准备 开机 来 五 四 三 二 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 小果呢 你没有资格见他 像不像你 像不像我们俩 那我要是非要见他呢 那就没办法了 干什么的 快来来 拉着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拦住他 拉开 四豪 别打了 别打了 快拉开 拉开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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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 四大 放 你们在干什么 怎么回事啊你们 他又没有拍戏了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没关系 反正我坏人当习惯了 我告诉你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欺负女人散什么本事 有没有怎么样 他打你哪儿呀 什么态度 手 手啊 脸呢 没有 子豪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这要万一让媒体看见了 我又得挨个去公关 走 别烦我 宋子豪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了吗 你为什么打四大 剧情虚啊 你胡说八道 我看过剧本的 就是你自己家的戏 走 跟我们四大道歉去 道歉个六饼啊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 该道歉的明明是他 他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根本就不关心你 你还心甘情愿地 被他使唤来使唤去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你脑子才有问题呢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你就那么喜欢他 没错 我就是这么喜欢他 不管他怎么对我 我就心甘情愿地对他好 那我呢 你 你要是去跟四大道歉 保证以后再也不这样对他 那 那我再考虑一下 跟你做朋友吧 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状况 谁喜欢跟你做朋友啊 沈先生我不想跟你做朋友 我喜欢你 你听清楚了我喜欢你 我就是看不惯四大那么对 因为我喜欢你 我心疼你 沈婶 做我女朋友吧 你 你 你有病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可是宋子豪啊 多少女儿想做我女朋友 我刚向你表白 你居然骂我有病 不是沈天山 你身边脑子有问题啊 我 手是不是也受伤了 我看一下 没有 你是不是有心事 没有啊 你刚刚拍戏的时候状态就不对 一直魂不守舍的 明明早上还好好的 怎么了 我就觉得 你以后忙着谈恋爱了 就 就工作上也不会管我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你是我的亲弟弟一样的 就算我去谈恋爱 也不会不管你啊 怎么没有棉花棒 我去拿一下啊 别走开 可是我又不想执着你的弟弟 我又不想执着你的弟弟 我先去买奶茶吧 可以啊 但是那家 奶茶对了 你不要让我来 你以后留下 你还在那儿 你会不会 你也不会 你没有 你不想执着你 你别急事 你不想执着你 你不想执着你 你你不想执着我 你我还在那儿 你不想执着你 如果你要这么说 我也没办法 坦白讲 我不觉得你能给若男带来幸福 因为你一定跟苏晓的时候是一样的 半途而飞 正是因为我对苏晓的感情有遗憾 所以我会更加珍惜跟若男的感情 才不会让遗憾再次发生 你对苏晓有遗憾 却弥补到了其他的女人身上 这是个什么道理 我不懂啊 记住 还是说你已经把苏晓给忘了 把对她的承诺也忘了 对吗 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你觉得该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但是对不起 我不觉得 别怪我没提醒你 趁你现在还拥有若男和异世上 多看几眼 也许不就 就不再属于你了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 我等你好久 知道吗 今天在片场的时候 宋晓豪跟斯达打起来了 宋晓豪实在不是我说他 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 彤彤待他也不晓得 怎么制止他的脾气 怎么 怎么了 让我再抱一会儿 刚才没报告 怎么我觉得你今天好像很累 感觉很疲惫 有点电量不足 我充二电 那我是放电机啊 要收费啊 那你要狮子打开口啊 我没有要狮子打开口 你亲我一口就好啦 周南 谢谢你没有放弃我 本来是要放弃的 这没舍得嘛 那今晚我要抱着你谁 你先把我抱进去客厅吧 你先把我抱进去客厅吧 我不要 我要再抱一会儿 我要充会儿电 等一下 他说 今晚我们抱着一起睡 抱着一起睡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 他不会想更进一步吧 怎么可以 我是这么随便的人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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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冷静 我要冷静 我要冷静一点 我冷静 我冷静不下来 我怎么冷静啊 我冷静 是时候 出到我的战袍了 战袍 战袍 我说哪儿去了 战袍 好几天没见了 该是你重出江湖的时候了 战袍 我来了 战袍 合作一块 这红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关系 下一次还有机会 苏晓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知道你在找我啊 你有话对我说是不是 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在你离开的这段日子里 我一直活在愧疚和自责中 我不敢去接受爱 也不敢去接受新的感情 直到我遇到了她 她让我从之前的行尸走路的状态 变得又生机了起来 每一天不再是麻木和自我折磨 而是对明天有所期待了 苏晓 我一直都想见你 正式地在你面前说一声对不起 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 我爱上了多孤若男 如果我不说的话 她就是对她的不尊重 一万九 所以 我不用理想 就有任何个理由 我知道在你 也许借口 是时候告别吧 我也会把过去 过往 都撞在心里面 继续地往前走下去 苏晓 我会一直记住你 也带着你交给我的爱 去爱 对不起 谢谢你 再见 好好离开吧 寂寞 放心 去爱吧 我不用你再给我个理由 我不用你再给我个理由 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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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心去爱吧 我不用你再给我个理由 谢谢你 我知道才改变 却是借口 却是借口 却不曾放肆爱过 谢谢你 我不用你再给我个理由 都明白 都明白死心 都明白死心 没飞也没用 最幸福的瞬息 已经足够 被拼命问求 我不用你再给我个理由 我知道才改变 解释借口 谁不曾放肆爱过 才熊涯的放手 醒了 谢谢你 苏南 一大早发什么神经 没什么 就是睡了一觉 轻松了许多 我看你昨天睡得这么沉 就知道你一定很累 我过来给你充充电 我特别想每天早晨起床 都能看到你 像这样抱着你 我才不要天天跟你一起睡呢 你昨晚 会不会很失望啊 失望什么 你跟我睡得那么早 都没发生点什么 不是 拜托 补上 补上 要怎么补啊 要怎么补啊 杰总 来 咖啡 这个什么子呢 这种 近三年不仅作品火爆 而且有个人的设计品牌 就是这个人呢 他比较神秘 从来不露面 网上也搜不到他任何照片 你看他的作品 笔触犀利 色彩鲜艳狂野 他应该是一个 有阅历 有故事的人 巧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开始看他作品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就是我怕太高调了 所以没好意思说 嗯 你真的懂吗 懂 懂 爸 你走吧 快点 走吧 你真要喝酒 我走 别来无恙 我回国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但当我遇到你的那一刻起 我发现我彻底被你打败了 我以为世界上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你离开我 但我现在才知道 但 但我现在 但 但我现在 但是我才知道 最让我痛苦的 是你不快乐 爱情并不是一定要得到 就让我默默地守在你身边吧 发什么呆啊 姐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来啊 姐 你坐 好 思达 思达 你这场戏呢 是一场告白戏 是你演的这个人物角色 情感爆发的时候 所以呢 你在情绪上面要加强很多 这样子的话 可以帮助你这个人物 还有帮助这场戏 知道了 姐 你是怎么做到不用拿剧本 就可以把台词全都记下来的呀 因为我之前有非常认真的看剧本 自打演的这个角色呢 里面的每一个人物关联 每一条感情线 甚至每一场戏 我都有做了标记 想说她在看剧本的时候 可以帮助她 更快地找到状态 姐 你这本 竟然比思达那本做得还详细 动作 语气 密密麻麻的太厉害了 虽然我没有天天待在剧组 但不代表我背后没有下功夫 别的演员的台词我不敢说 但是思达的台词 我应该是 勉强都能背得下来 顺便满足一下 我想当演员的愿望 沈千莎记住了 一个专业的艺人背后 一定会有一个专业的经纪人 所以以后 台词就换你背了 收到 拿这个剧本 跟她练习一下 放心吧 姐 嗯 上面这个 对 有一些标记 好嘞 来吧 从这句开始吧 差点都 思达 你先自己看一下啊 沈千莎你给我站住 沈千莎你给我站住 别跑 沈千莎 这个今后怎么做专业的经纪人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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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命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躲我 你让开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 我就不让你走 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大哥 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让一下 就算不是朋友 你也不注意见到我就跑了吧 沈千莎 你对我怎么这么无情啊 你是个大明星 你大明星不缺人喜欢的 也不缺我这一个朋友 那思达就缺你这个朋友了 凭什么他能跟你做朋友 我就不行 因为我知道 我喜欢的人 只能做朋友有多难受 我虽然不喜欢你 但是 我不想让你和我一样难过 吴乐意 我心甘情愿 我透明快乐着 我就喜欢你的 你管不着吗 我跟你真的我说不清楚 让开 不做朋友也行 你要是愿意放弃思达 我就放弃你 宋子豪你真的有病啊 我凭什么要为了你放弃思达 那就没办法了 那我只能继续喜欢你了 你干吗 君子动口不动手 沈千莎 你还真够动手啊 沈千莎 你真是大明星太造次了啊 我跟你说啊 我可是大明星宋子豪 打你个头啊你 宋曹 我警告你 不许再喜欢我 以后你说一次 我打你一次 我就喜欢你 还说 我喜欢你 你还说 我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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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闭嘴 我爱你 你自己待着吧你 我爱你 小丫头 腿那么短还学人逃跑 我怎么不喜欢上这种傻女人呢 你怎么没去现场啊 没有的戏我去干吗呀 没戏也可以走动走动嘛 跟导演拉好关系 你之前打架的事 弄得影响很不好 现在外面风言风语 传得很厉害 你得想办法弥补啊 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用不着你管 我不管你管谁啊 你知不知道 现在导演每天都在给斯达加戏 照这么个加法 你男主角的戏份 早晚会被抢光 你真想为我好 就少给我借点烂戏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对我有怨气 但现在不是我们搞内部斗争的时候 斯达每天都在抢戏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他 最好是能有点什么意外 让这戏拍不下去 我警告你 少打这些歪主意 我不会听你的话 去耍那些肮脏的手段 我肮脏啊 他才是你的竞争对手 就是因为他是我的对手 所以我要和他公平竞争 我不能让千莎看不起我 这一次 我要光明正大的你斯达 沈千莎 沈千莎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是这个沈千莎重要 还是你的事业重要啊 我的事业 你关心的是你自己的事业吧 你一次次地让我打压斯达 不就是为了对付独孤若男吗 结果你赢过我 我告诉你 像你这种人 永远都赢不了独孤若男 爱你 爱你 人们 爱你 吹没多少的蜡烛 谁用祝福 去掩饰孤独 错过多少颗流星 才能把爱领悟 吹散了迷雾 谁登场怕谁救赎 最惨夜空下 你就这样出现 遇见你 下声也听收了礼拜 啊 爱上你 未来都很清晰 啊 遇见你 有你的梦让我做下去 啊 最惨的你 摩擦进了我心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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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长的旅途 谁离场做剑字符 最残夜空下 你就这样出现 遇见你 让你的梦让我坐下去 最残的你 都进了我心里 遇见你 像水一滴那首老板 爱上你 未来都很清晰 遇见你 让你的梦让我坐下去 最残的你 都进了我心里 最残的我心里 最残的你 是人家 最残的你 最残的你 是人家